通过对现场了解的一些情况 民警首先想到的是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血液毁坏他人财产的案件 第一印象是不是应该是有一些竞争纠纷 或者是其他的是不是和人有仇怨 然后谁给他把这个策骨卸走 然后为了卸四分 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这个人没有什么仇家 也没有什么竞争纠纷 也没跟谁借过手 也没得罪人 也没不欠谁钱 既不是和别人有啥仇怨 又不是欠人家钱 更不可能是谁和王先生闹着玩 闹着玩也没有这样闹的 王先生十分肯定地说 他的车轱辘就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当时这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可以走法的线索 王先生家居住在距离县城中心 大约两公里的位置 对于这个本就不大的县城来讲 算得上是位置偏远 周围零星的几家门店 也早就已经关门了 更何况发案时间是在凌晨 根本找不到任何目击者 附近没有监控探头 离到最近的监控探头 被损坏了 一直没有维修 其他周边的监控 由于离发现场较远 也没有说太好的卸索 就在警方正对这起 汽车轱辘被盗案进行调查的时候 距离王先生家大约500米远的地方 又发生了一起车轮盗窃案 而且作案手法和时间 都与第一起案件 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一直在寻找闲人的作案规律 我们发现他所走的地方 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并不是有目的的要去 第二就是我们发现 第二我们发现 他所盗窃的这些轮胎 都是价格比较高档 因为这个轮胎都是带有轮毂的 轮胎值一部分 轮毂也比较自显 其中还有一些档次高的设计 这些轮胎的轮胎